現在來給你們大公開我的 我現在出我都直接選它 完全不想選別的包包 它是我的 裡面有很多東西 不要看它這樣小小的 我想要分享 可以讓你維持獨履一整天 不會累的好物 以一台VLOG相機來說 真的是非常好的 我直接從Canon跳槽 如果你們照著我分享的帶 我真的不覺得你獨履會有問題耶 歡迎回家我是星星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在期待 我今年的好物雷物選影片呢 因為感覺離上次已經隔了一段時間 今天我特別不一樣 準備的這集是 去年出過了好幾次 你們應該有發現了 然後前陣子呢 我一個人去東京獨履了10天 我就想說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出國的時候 到底隨身都帶哪一些東西 讓我可以一整天 一個人在外面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今天呢要來給你們大公開我的 旅行隨身包 裡面呢 也可以讓我們 順利維持一整天在外旅行的好物 還有我出國到底都帶 哪一台相機拍照的錄影 以及你沒有想到可以帶 但是帶的會讓你 超方便的好東西 那在開始之前呢 來感謝一下我們今天的 後媽 安娜路易莎 沒錯又是我最愛的 視頻品牌 我現在身上的這條項鍊呢 跟手上的戒指 都是來自於安娜路易莎這個品牌 如果你還沒有聽我介紹過的話 他們是一間擁有 永續發展品牌理念的 高質感飾品品牌 那他們的飾品呢 全部都是用百分之百回收的K金製成的 不但有環保意義 而且品質還非常非常的好 我跟他們家已經合作了 超過兩年了吧 從我第一條擁有的項鍊到現在都是 亮晶晶完全沒有褪色 身邊有帶安娜路易莎的朋友呢 也都說他們的飾品 到現在都是 完全沒有褪色 沒有生鏽 如果你想要找一些高品質價格 又不會到太高的飾品 就很歡迎你到安娜路易莎的官網去逛逛看 而且他們最近呢 有母親節的優惠 就是在這個時候買更划算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找下面資訊欄找連結 再仔細給你們看一下 我今天帶的這條項鍊 非常的有氣質 很搭配我今天的一種宮廷感的衣服 然後以及這個小花的戒指也很可愛 好那我們就要不如囉 所以我們馬上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呢 開箱包包裡面的東西之前 一定要先介紹一下包包吧 這個已經介紹過兩次來三次了 它是來自UNIQLO C系列的 皮質側背包 這個顏色是淡黃色的 現在不知道還買不買得到 我現在出國都直接選它 完全不想選別的包包 因為呢 它整個設計真的很適合旅行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後背包不夠安全 然後手提包太不方便 所以側背包是我最好的選擇 它其實可以裝滿多的 但是容量又不會到太大 有些大包啊會太深 讓你下面的東西很難拿 我覺得深度是還滿淺的 我覺得它一打開就可以很一目了然 看到我全部的東西 然後加上它這一個有一點點 小小厚度膨膨的材質呢 也會讓我覺得放相機、手機 3C用品在裡面比較安心一點 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一下包包裡面的東西 第一樣是這個 我覺得在台灣你可能飲料提袋 多半是用來提手搖引 但是去國外的話 我基本上都是拿它來提寶特品或是水 我覺得用這種散神的飲料提袋 會比你用那種布的還要方便 把它這樣套在瓶口這邊 這樣子拉緊就可以了 你們看我去東京跟京都的時候都是用它提水 這樣子呢就超級方便 你就可以繼續背你漂亮的小包包 然後把水另外提著 可是又不用這樣子拿著那麼麻煩 只要是這種散神的設計的提袋都OK 我自己的這個是我的婚禮小物 這是葛萊芬多的配色 然後上面有一個妙麗的時光器 超級可愛超級魔法 這個是在這家訂做的 那你們當然也可以在任何別的地方找到三身的飲料提袋 我都覺得很推薦可以帶出 第二個是這個口筋包 我的包包裡面 不管是在台灣還是國外 都一定會放這個口筋包 裡面呢很適合拿來收納一些 你需要攜帶的小東西 小東西如果散在包包裡面就會很難拿 或是弄髒包包 所以我都會集中把它放在這個口筋包 算是我的神秘百寶袋的感覺 裡面有很多東西喔 不要看它這樣小小的 裡面一共有這些東西 第一個是香氛滾豬油 然後這個牌子是J.D.CENT 7AM這個味道是我最喜歡的 它就是會香香的 然後有精油味 把它打開來然後抹在這邊 身上就會很香 我自己比較沒有那麼喜歡一直噴香水 這種自己聞得到的味道我覺得就很夠了 那再來呢是護手霜 這個是加丹尼爾的 不過我就是沒有特別在很喜歡 哪一間的護手霜 所以有什麼的小樣我就用 然後第三個是護唇膏 這護唇膏我覺得很好用耶 是之前不知道買什麼東西送的 然後我覺得蠻好用的這個品牌 再來呢是這個 KATS的怪獸唇膏 已經介紹很多次了 就是我補妝必帶的 其實我不一定是這一支啦 就是我會帶著我要補妝的唇膏 但最常用的一定是這個 再來是雙眼皮膠 這感覺是一個很冷門的東西 因為我的雙眼皮有時候會掉 所以會需要補 就會帶著 要不然一個眼睛掉 眼睛沒掉就會大小也很嚴重 裡面我會放一些 一個是我很常吃的暈車藥 然後還有止痛藥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容易暈車跟頭痛的人 所以我這些藥我就會帶著 還有很多小小的 有時候想要綁頭髮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些橡皮筋 這就是我口筋包裡面所有的東西 真的是很厲害 看似小小裡面很多東西 有時候出國的話 我還會放那個 SIM卡的針 跟網卡的那個套子 也可以放在這個裡面 就比較不容易不見 下一個是這兩袋 電器袋 為什麼會有兩袋呢 因為我覺得你們出國 尤其是獨履 一個人旅行的時候 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一旦沒電了 你就沒有辦法導航 沒有辦法聯絡人 假裝玩到中午 你的手機就沒電了 你可能就要為了這個趕著回飯店 我覺得都很不值得 所以一定要讓自己的手機充飽 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時候 你就一定需要帶 如果我是跟別人一起去旅行的話 我通常只會帶這種 口袋行動電源 之前我有開團過 因為它很小一個 然後不會很重 很方便 大概可以充飽一次左右 其實如果是有別人跟你一起 分著導航啊 分著拍照啊 這樣子其實就夠了 這個使用方式很簡單 就是把它插到你的 手機充電孔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如果呢 我今天是一個人旅行 像我去東京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不只帶 剛剛那個口袋行動電源 我還會再加帶一個 比較大台的 萬能充的 然後我的是 它這一台的外型真的很漂亮 你們看它本身是奶茶色 然後充電線是撞咖啡色的 很好看吧 然後你可以再隨意貼上自己的貼紙 就很讚 然後它可以充滿多次的 而且也可以充其他台裝置 像是你想要充AirPods 或是iPad 就都是可以的 除了大小客行動電源之外呢 我還會帶的是 AirPods 我通勤的時候一定要聽 尤其是我 有讀旅的時候 真的是比較沒有人跟你聊天嘛 很無聊 可能就很需要 聽個音樂 聽個Podcast 這可是犀牛盾跟食物聯名的 還有這個 記憶卡的讀取器 這個我一樣 之前在好物流行有介紹過 就非常方便 你只要把這個頭 插到你的充電頭裡面 然後這一端只要放上 你相機的記憶卡 在手機裡面讀取你相機裡面的照片 很快速的時間就可以下載下來 不用在那邊 無限傳輸半天 這個真的是 如果你是一個愛旅行 隨時發線動發文的人的話 一定要具備的東西 既然都講到行動電源了嘛 我們就順便來講一下 手機掛繩 那我的品牌呢 一樣是我一直以來都帶的這個 Bplay 我是一個超級重度的 手機掛繩使用者 我都還拍過評比影片了 尤其讀語的時候 你真的超忙的 你可能去逛街 你手上有一定大包小包 又要拿你的隨身包 又要拿相機 又要拿手機導航 就真的是 忙不過來 這個時候你一定要有掛繩 可以讓你隨時 放掉手機 然後讓手機掛在身上 要拍照也可以隨時拿起來拍 真的是 非常的方便 在影片開頭的時候 我有跟你們說想要分享 可以讓你維持毒旅一整天 不會累的好物 是這個 如果你關注我IG跟Youtube 一陣子就會知道 我一直都有在吃 好好生意他們家的保健食品 除了之前介紹過 飛航的燕窩酸之外 我這次特別想要推薦的是 這個太空人維他命 因為我這次去東京讀雨之前 其實我就開始吃了 一開始沒有什麼特別明顯的感受 去東京玩之後 我就覺得超級明顯 因為我每一天早上 吃完早餐之後吃他 然後我就會覺得我那一整天 其實精神都還蠻好的 就是一整天玩下來 雖然走了兩萬步 但是 回家之後還是不會到超級累 可是其中有一天呢 我忘記帶他出門了 所以我就沒有吃 那一天我就有明顯感覺到 大概到 中午下午 就會有一點點掉電的感覺 他們家都有出這種旅行包 我就可以直接帶著他 也不用帶那種玻璃罐出門 你可以隨手這樣子放在你的包包裡面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佔空間 跟一般的B群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覺得是因為他裡面有加護眼的成分 我的眼睛呢 是重度近視 我有1000度 而且還另外有閃光100度 就真的是 拿掉眼鏡基本上跟瞎了一樣 所以其實我還蠻常用眼過度 或是眼睛會很疲勞 眼壓會過高等等的狀況 我不是說我一開始吃 他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嗎 就是有 刻意的去停吃一個禮拜 然後我就發現 我那個禮拜眼睛的酸色狀況 馬上就明顯的有感覺 然後或是會覺得 就是這裡一直很不舒服 很想要按壓他這樣 然後後來我又再馬上回來吃 再持續吃個幾天 我就覺得我眼睛的疲勞狀態 有比較好一點 如果你之前吃快充模式沒有用 或是你覺得你同時 想要他擁有B群 又擁有葉黃素的功能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太空人維他命 講那麼多呢 也是因為今天影片上映的時候 我正在開團好好生衣 因為以往開好好生衣團的時候 大概第一天第二天可能贈品啊 禮盒就會銷售的差不多 所以我不確定今天第二天還有沒有贈品 那如果有的話你們趕快去搶 贈品是我自己和好好生衣 提議的這個布面的杯墊 而且是我自己設計的 我是覺得非常非常的可愛 應該你們也會喜歡吧 是奶茶色的格紋 然後上面有 也就是歡迎回家的日文 希望你們收到都可以有一種溫馨的感覺 那這次的禮盒呢 也是我自己又在 延續上一次的設計 重新改成奶茶色的 你們覺得好看嗎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等一下到下面的資訊欄去點開 那我就先再繼續跟你們介紹一下 其他兩樣 我也很想要推薦給你們的 這次開團裡面有的產品 剛剛收到的禮盒裡面呢 是燕窩酸益生菌 我自己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歡 非常的有感 如果你有在追蹤我的IJ的話 就會知道 我去年結婚之前 就是每一天吃兩包 非常認真的吃 讓我那天 婚禮的時候 狀況非常的好 皮膚真的是來到了 有史以來最好的狀態 我其實今年初的時候 有停吃了一段時間 就想說 如果現在都不吃 就會皮膚變不好嗎 應該不一定吧 什麼的 就想說抱著實驗的心情 試試看 結果沒想到 真的變得沒有 像那時候婚前的狀態 這麼好了 而且我覺得每天吃一包 跟兩包的效果 也是有差的 所以如果你有緊急的需要的話 可以每天吃到兩包 那如果日常的 養顏美容 大概吃個一包就夠了 我覺得最直白呢 它就是可以讓你的皮膚變得更穩定 然後可能小顆粒會變少 或是很多人搭配 維他命C也會變白 那因為它裡面有 有益生菌的功能嗎 自己出國也會帶 除了養顏美容之外 就是也可以幫助自己 排便 可能稍微再順一點 因為你知道出國 就是很容易會便祕 如果你們要中設施私密處的保養 也同時想要解決你排便的問題的話 那你可以選另外一款的 所以如果呢 你是之前已經吃過 想要回購的話 這次也可以直接買禮盒 或是買多入組 那如果是第一次吃的話 也很建議 你可以買個一到兩盒 回去吃吃看哦 之後我都是會一直開 所以也不用擔心說 可能以後要去官網買 就會變很貴之類的 因為開團呢 是最最最便宜的 我隨身一定會帶的是 太空人維他命 那我出國一定會放在 脫孕行李裡面的是 因為呢 除了你白天精神好之外 最重要的根本是 你一定要 你隔天精神才會好 我已經是完全不能 沒有飛航模式的人了 不管是在家裡 還是出去玩 都是一定要吃飛航模式 尤其出去玩我會更重視 因為我不想要因為 因為精神不好就荒廢掉 我那一天去外面旅行 探險的機會 所以我一定都會記得要吃 而且有時候還可以 自然醒 或是鬧鐘很早想起來的時候 你不會感覺到 自己好累都沒有睡飽 有起床氣的感覺都不會有 就是會覺得 哇真的是有睡飽了 精神已經充沛了的感覺 建議很建議 如果你是一個有睡眠障礙 有睡眠問題的人呢 或是買給你身邊 總是睡不好的朋友 或家人 那如果你已經 早就在吃飛航模式的話 也建議你這次直接買 補充包多物主 這樣子更環保哦 好這次的團購介紹到這邊 它有點強 希望大家可以見諒 因為想說 這個吃進去身體裡面的東西 想要更完整 更實際的分享我的 實用的感受給你們 像飛航模式 還有蔓越莓 還有快充模式 全部的 室友們的實用心得呢 我也都會放在我IG的精神限動 很建議你們都可以多去我的IG看看 再決定是不是有符合你自己的需求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包包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再來的話是 我常用的旅行相機們 首先第一個是 我這次有帶去東京的底片相機 是這個RITO的 它真的很輕很輕很輕很適合放在你隨身的包包裡面 如果你想要看更多的底片相機品 也可以去看我這支影片 那除了影片以外 我也可以再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這次在東京用它拍出來的成品 再來呢是 我覺得錄影很適合攜帶的旅行相機 是這個Sony的ZV-1 Mark II 其實Sony的ZV系列都很適合鋁牌 也不一定要哪一台 然後我覺得他們很棒的是 還有白色真的超級漂亮的 以一台VLOG相機來說 真的是非常好了 就我直接從Canon跳槽來這邊 因為覺得它的整個規格功能上時還是很不錯 拍照的話我會用現在正在錄影的這台 富士的XS10 其實不一定要XS10啊 反正拍照只要用 富士他們家的相機 我覺得應該都是不太會出錯 色調真的很漂亮 每一次在IG現場分享 我旅行的一些紀錄的時候 都一定一定絕對會有人問我 到底是用哪一台相機拍的 那如果是你覺得看起來真的很漂亮的色調 應該就都是出自於這台 不過我覺得你也可以去多看看富士其他台的比較 XS10這台主要是為了還可以錄影 但如果你只是純拍照的話 可能像是X100V啊或是其他台 或許會是更好選擇 因為我是Youtuber的關係 所以我還會戴這個腳架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需要啦 不過這個腳架我覺得很好用 它是這個牌子的 我的小腳架都是來自他們家 然後它可以伸得很長 然後再縮起來 然後打開的腳呢也不會到超級寬 非常非常佔你桌子的面積 我覺得還好 然後這邊呢也都可以轉來轉去 就是你要用很多角度都是OK的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然後這邊還可以放麥克風啊 或是其他的一些配件 這一隻腳架我自己覺得很不錯很好用 再來呢是衛生紙 喔對我出國一定會帶的就這種 一包一包的衛生紙 然後最後是錢包 錢包的話根本就是我私心想要分享一下 我這次去東京的戰利品 我這次在Vivienne Westwood 買到他們日本限定版的老花版短夾 是不是很可愛很好看呢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喜歡啊 但我自己是很喜歡 因為我已經想要買Vivienne他們家的錢包很久了 可是我一直都有在關注 都沒有看到我自己真的非常喜歡 或是說可能之前覺得 代購的價格太貴了 買不下手等等的 那這次在去東京之前 我就看到代購有分享這一款 然後我就想說 好像蠻喜歡 又很少見到這種老花的 因為Vivienne他們家多半都是皮質的素面 我就沒有到特別喜歡那個款式 你看我這個比較特別又寫的是 日本限定 我就整個被燒到 這是自己去的時候 就到他們的櫃上 櫃子就跟我說是最後一顆 所以我就擺了 不過我覺得它比照片看起來還要再大一點 如果是你個子很小的女生拿 應該會覺得過大 但我拿是覺得還OK 打開來之後這裡就是真皮的 然後這裡也放得下千元的鈔票 而且它有兩格喔 可以讓你分開收納 這邊還有一個口巾設計的零錢包 然後也一樣是兩格 我覺得有兩格的都超讚 很喜歡很喜歡這個品牌 希望以後還可以有能力買更多他們家的東西 裡面現在已經空了 這些真的是我每次旅行都會帶的東西 全部都不藏私的分享給你們 如果你們照著我分享的帶 我真的不覺得你獨履會有問題耶 以上呢就是我今天要推薦給你們的 旅行好物選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東西也是你非帶不可的好物 或是你今天被我介紹到才知道 原來可以帶這個東西 都可以在下面分享給我喔 然後再說一次今天身上的視頻呢 都是來自Anna Luisa的 如果你母親節前想要買視頻的話 可以到下面資訊欄去找他們的優惠跟連結 那就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Follow我的IG 下次影片見 掰掰 掰掰 OTD時間今天的上衣 這個非常有公主宮廷感的是 來自Mare Q的 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耶 然後帽子呢是Real Beans的 可是現在應該也是已經買不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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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